各種品牌 像明明雷雄 線泡的差很多耶 你看有貓咪了 有貓咪的耳朵了 大家好我是李熊外賊 今天帶大家來到了人文繪綴的永康商圈 要來一趟文青又小資的深度之旅 永康公園保存運動 每一座城市都值得被記載、流傳 速度和效率形成了現在這座城市 也主宰了行程馬路的開闢 於是開始思考如何把城市還給人 以藝術文化帶領永康商圈 讓孩子認識這個環境 日製宿舍群 這裡的街道大小、房子大小 都跟日製的宿舍有關 其實是路線而非房子寫 帕帕拉夏藝術中心 致力於推廣台灣年輕藝術家 定期更換作品 像這個呢 它的藝術家都是用西方的美材 有畫是畫作東方的變化風格 環保相關的 是用精品的袋子 再把它加工 真的變成一個可以長期使用的袋子 各種品牌 像Mimimile也有 然後我現在帶的這個 絲巾的髮窟 是他們配合的設計師做的 一般用絲巾的話 其實它不太好固定 但它有做一個髮窟 所以就很方便了 而且也不太會動 這個是用英國報紙 再加一個渡層重新做成 這是香港的報紙 永康公園 因勤感而開始植栽老樹的保存運動 平面的馬賽克作品是中小學生的 也由大學教授做的立體作品 心形態的公共空間 讓更多居民願意走出來 參與公共事務 我們現在來到賈青瓦 以前的老闆就是看男生很會吃 他就跟他說 吃起碗的話就免費唷 所以他就叫這個名字 朱打是明月的油飯 40年的歷史 很呼啊呼啊 怎麼可以這麼不黏 清爽的糯米 不會很難消化的感覺 然後又不會太油膩 而且它不會黏育啊 只是先點了一顆大張 它超好弄開的 我就輕輕一撥它就開了 很台灣味 不錯不錯 DIY的珍珠奶茶 一口味喔 那就是不加 剛煮起來了 所以非常的軟嫩 它沒有很甜 珍珠咬久了會有黑糖香 珍材飼料的味道 倒進來 這好美麗喔 應該focus在這裡就有了對不對 沒有拍到我全部噴出去這件事 中烘焙的感覺嗎 不會偏酸 也不會很苦 就很好入口 絕齡 職人手作 40餘年台灣傳統工藝 手工杏仁書 一口鳳梨書熱銷多年 不添加人工香料 彷彿積極色素 這個都是我們師傅 美洲新鮮 現烤現炒 這個連我們柯市長啊 都有頒獎給我們這個招牌的杏仁書 最佳伴手禮 之前日韓觀光客啊 還有菲律賓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來台灣玩的時候 會來跟我買這個杏仁書 它有加一點白芝麻在裡面 吃起來不會太甜 這個南瓜酥的話 就加了黑芝麻在裡面 這邊有四條巷子 以前要做成遊戲巷 就是前後封起來 讓小孩子在這邊玩 結果最後好像沒有成功 有點可惜 但是我覺得這個理念 還蠻有趣的 很可愛 金聖宇 相信世界最好的茶 就是台灣茶 希望將台灣茶的美好 貼近每個人的生活 用紫砂壺 現沖茶 自然無添加 紫砂壺啊 它是江蘇 宜芯 珠泥的紫砂壺 它的泥料是珠泥 然後非常適合泡台灣茶 那它裡面有很多毛細孔 它可以吸附茶湯 轉化茶湯 所以泡出來的茶湯 會更香甜 更好喝 對 層次感會更好 那像一般我們如果是這種 玻璃啊 或是磁器 它比較沒有毛細孔 是泡出茶湯原本的風味 那像大湖很適合泡一些 調手狀的茶 然後像我們一些球狀烏龍 像這種比較小湖的 它具溫效果比較好 球狀的茶的話 它是比較重喉韻 喉韻喝起來會比較好 然後如果是那種 調手狀長條型的那種茶葉的話 它是香氣味比較明顯 淺綠色是清香系列 偏偏原始自然的味道 清香三菱 它有教我怎麼喝 就是它有前中後味 前味的話就是用紋的 而且有分冷香跟熱香 會不太一樣 中香的話呢 就是喝下去 感受它的甘甜度跟滑順度 然後還有我上次在花蓮茶湯 學到一個他們的喝法 是要用舌頭攪動它 不會好看 然後 這樣真的可以喝到更多的茶味 真的覺得很厲害 再來我們來喝它的深綠色 就是熟香系列 它的茶葉會比較明顯一點 同樣的是清白三菱 光用紋的真的就比較濃的味道 它的口感真的更溫柔 然後更厚一點 但是我覺得不喝茶 也可以接受的那種厚度 不會真的超級厚 最後呢 我們來喝這個黃色的 特殊花果系列 白蠔茉莉 這個光紋就超重我們的花香味 我覺得這三個都有共同的 可能因為它是準備在這邊 所以都比較澀一點 等一下請店員泡現喝了 清香三菱 好啊 那它是南口三菱那邊的烏龍茶 是1600公尺的 那以前那邊種了很多山木 茶樹也吸不到山木的香氣 所以這款茶喝起來 你會覺得多一個木質的基調 一開始會用熱水去溫壺 茶壺的溫度比較快升上來的話 等一下那個泡茶會比較好泡得開 它會比較香 這樣它這個是球狀的烏龍茶 它一顆一顆的寬柔的這樣子 那這種茶就是吼韻會比較好 洗茶是為了讓它茶葉 等一下比較好舒展開來 洗不洗都可以看個人習慣 那洗茶水 我們會快速的把它倒掉 讓我們熱水高沖 它可以沖出茶香 那我們稍等倒出來的時候 會低蒸 讓它沿著杯壁慢慢倒 它茶湯比較不會起泡 氧化松化 稍等會熱沖冰鎮 它這樣會鎖住茶香 它這個瓶子就是設計有點像香水瓶 透明的瓶身 然後可以看到茶湯的顏色 比較窄口 就是你聞那個茶香也會比較明顯 試喝的放久一點 就是在泡的時候跟時間 都難免可能會有一點色味 現泡的話就比較不會 然後我點一樣的 清香三菱西烏龍 它會有一種獨特的木質調 現泡的差很多耶 就是吃吃喝下去會有一種驚豔的感覺 會有那個小彩虹 就這樣噴發出來的感覺 是真的很清甜的味道耶 這真的現泡的可以來店裡喝 自然的香甜的回甘 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用那個不是很好看的方式 可以喝到木質調的感覺 我問你們喔 我上次光這個現泡的跟那個茶包 就差很多了 我覺得它其實香氣就更耳鎮 因為它那邊就是現在冷掉 等一下香氣就給散掉 陶作坊 以藝術的琴娃 專業的素養 使用的考量 創作每一件作品 使用老鹽泥 富含礦石及石英土胚 讓茶湯更乾淨美好 它其實本身就已經有一點點 就是杯子的形狀 我們是會讓它是呈現一個圓補的 就像這個杯子一樣 它是圓補的 就是用你的食指跟大拇指去做一個修沛的動作 因為它這個是有用麥飯食的結構去燒製的 所以它其實會有一種 你把水放進去 你喝起來會帶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來做這個老鹽泥的DIY 它這個比較特別 跟一般的陶土不一樣 第一步是先把這個舊口的地方 弄得比較圓 比較好喝 然後再做你想要的形狀 然後最後可以在這邊落個款 跟陶土不一樣 它會一直吸你手的水 所以會比較乾一點 看有貓咪了 有貓咪的耳朵了 啊 還可以啦 為什麼左邊比較大一顆 變HELLO KITTY了啦 我的貓咪完成了 我覺得這個土真的比較好玩 因為像陶土它會讓你手變得很髒很髒 但這個不會 那我們今天的有康義日遊就結束了 希望大家喜歡 頻道裡面還有更多的一日遊 記得訂閱 進去看 掰掰 喵 喵喵 喵喵喵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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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